這是指揮官給我的 他叫放假 我跟你講 跟你講 這個絕對就是詐騙的 匯款遭到勸阻 女子很著急急忙澄清 說與對方見過面了 圓景最多快說破 他還不肯相信 不是騙子喔 我不知道 你看這動畫就好了 不是騙局喔 你們就是一直是騙子 圓景苦口婆心勸阻 女子還哽咽落淚 這麼也不肯相信 心愛的阿娜達 根本就是個騙子 以前是聯合國的威和部隊 因為威和部隊 被我們保氣一道的兼滅掉了 他現在要改 我的情報圍 沒錯 又是他們 臉書放上美濟西南的軍人照 先前還假冒 威和部隊將軍 這回成了聯合國的高級情報員 表示自己賬戶被凍結 急需七千美金解鎖 相當於台幣二十萬 還假造簡訊說要支付美元 給美國的財政部長 理由百百種不便的是 對象都鎖定單身手女 就是用釣魚的方式 針對這一些 五十歲左右的手女 像失婚的啦 單身的啦 就寄一些照片啦 然後剛開始就是朋友 然後就越聊越深入 單身手女網路交友 以為遇到真命天子 卻不曉得自己 反而成了 詐騙集團眼中的 帶載羔羊 接著陳廣睿 西遊雲台中報導 然後說明將 周圓 去到 到 二十多 卻不曉得 走